我今天覺得渣樓攤 爸爸做鳳京堯好像用力了一點 那個導演說我做得不夠肉緊 所以經營了十幾次 我才被迫這麼做 哥哥, 今天的事就明天做 明天的事就後天做 難道就休息一下吧 叔叔, 你說話可不可以 不要廢中之廢 他見你們放了班還在談公事 想叫你們放鬆, 放鬆一下 寶貝就最了解我了 哥哥, 厲害 叔叔經常說真話 都撐出大西洋, 撐不回來 David真是你才怕他說 叔叔的道理由他把口說出來 真的很沒說服力 你說吧, 細胞 什麼沒說服力? 好了… 馬上就這樣吵什麼? 弄得我耳目尺尺痛 叔叔, 你經常挑劑 弄得我差點心中病 那是你自己心裡少的, 你知道嗎? 讓叔叔幫你操 叔叔, 操大你的膽子 只有David姐, 撐得你順 沒錯, 我耳目和心臟夠強大 不走了, 我要回家 有份提案要趕你, 好嗎? Vivy, 我送你 不用了, 我自己走了, 再見 再見… 糟了, 叔叔 David肯定怕了你才借酒 你可不可以看秘密網 學你這麼八卦, 常常看秘密網 秘密網, 你說網友有什麼話說嗎? 秘密網有個人開了一個帖子 說最討厭男友的行為 什麼? 最討厭男友的行為 第一位是… 男朋友經常無聊當有趣 第二位是男朋友經常說難… 第三位是男朋友經常吃菜藥那樣大叫 那帖子還說男朋友說話沒有內涵 女朋友被迫要給反應很難頂 叔叔, 你全中了 不是全中了, 是量身病毒 根本就是講句 是呀 我電話是David 有人回應最討厭男友行為的帖子 為什麼會在Baby的手機上彈出來? 所以說家人永遠是我們最強大的效盾 叔叔, 你到底搞什麼? 叔叔今天全天去公司都是這樣 但是人哥又不像是撞邪 叔叔是怪了一點 但是他沒再吃錯藥, 亂叫 我們避免耳膜, 不用再痛 其實他沒再說過一點也不好笑的爛劇 確實能回答爹 叔叔的三毛子道理 你真的能回答爹, 我覺得沒問題 Baby果然喜歡我有心度 我要保持這個聲音, 說多些根據 Baby這麼明白我 我很幸福, 生命不斷 正如在非洲, 每過六十秒 就過了一分鐘 我很感恩, 我很感恩, 遇到你 我真的想整個聲音 從哪裡六十秒不是一分鐘 其實Baby, 為什麼你最近感性了這麼多 人家的Baby, 以叔叔的年紀 叫他毅民忠也嫌他六十秒 一個人年紀大了, 成熟了 自至願意就會有很多改變 有時會失驚無神, 又有很多感觸 很想很想再說幾句金句 子先生, 這位紅樹人 是我們最好的攝影師 他獲得了很多國際大獎 我最喜歡跟優秀的人合作 因為選擇優秀的人是一種…格調 在我面前拋書包 看看誰比較有心度 C. Wilson, 以後聽見你的名字 我就會想起你的樣子 你知道了, 如果閉上雙眼 雙眼什麼都看不到 你說什麼? 他說話是高興一點點的 我們要把握時間拍照 因為每過一小時就有六十分鐘沒了 是呀, 叔叔, 你又來了 我最喜歡人有陰暈感 每個人都開玩笑 難道每個人都想開玩笑嗎? 我們也不要妨礙他拍照了 Merry… 先生, 我送你出去 請便 你有沒有弄傷了? 在這個時刻 我應該說一些比較感性的說話 來打完場吧 說什麼呢? 副助副軍 但是玻璃碎有什麼特別呢? 你們在這裡幹什麼? 四個人看著玻璃碎發牛頭 我猜他要拿來拍照 好, 真棒 我有一個智慧題要敲到大家 有什麼? 我有一個雪櫃 我想放一隻生養的雞進去 和生養的鵝進去 將來不知為何那隻雞會死掉呢? 因為雞毛比我毛小 所以那隻雞就在雪櫃裡面凍死了 好… 因為那隻是企鵝, 企鵝不怕凍 人工顧得正確 這種小學雞的智慧題 哪有難到我才行 怎麼樣?想不到吧? 我可以猜的 在雪櫃裡面那隻是企鵝 企鵝不怕凍 都說是企鵝 就算是企鵝不怕凍死了 叔叔搞什麼? 我也不知道 他最近比平時正常了, 有點不同 他會不會壓力太大, 高度有怪病 各位家人 人生就像打火鍋 我們就像這顆某軟有時浮有時浮有時浮 很棒 哥哥, 你幹嘛吃了我的人生才行? 你說什麼? 剛才他在打鼻語 他不知道要騙什麼 Baby, 幸好你明白我 當然, 我明白你 人生不是只有你自己一個 只是打個電影而已 謝謝 Betty姑娘 你是一個很懂得登記的白衣天使 Baby, 你為何帶我來心理治療診所呢? 因為你這段時間, 我真的怕你有情緒病 你當我有病 如果你不想錯過TVB的精彩節目片段 就快點訂閱這個頻道吧 大家知道嗎? 在那裡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